我们几个推荐官 相当于一个浓缩的听众社会 代表了各式各样的听众 如果它符合听众的习惯 它可能真的是适合这个市场的 它一上场 就是有一种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这个女生就是那个 是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因为看不到脸 我觉得原唱的歌 斜杠歌手 这位活动的斜杠青年好吗 我们还带礼物呢 真的都认识了 是工作 放亮了 还好 为啥我见他不是呢 我见他给我送了个小电动车 这种车呀 送了个电动车 还给我任何东西 为什么 我生气了 就把他拿起来 王老师太过分了 你说这车哪买的 你下车 给我 我的一个心声 然后 是我 唱男一号的 才会有一束追光 别这么聊 分号歌手 加一个括号就是 是个乘上起下的符号 那我们就欢迎了 然后 等一下 反正是想到了你的歌 好 加油 一定要唱一个不一样的 声音太好听了 其实我特别疑惑 就是跨界歌手 其实我觉得我标准好模糊 他可能在做其他行业 但他本业不是做歌手的 我觉得他们既然有勇气 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来这里唱 我们就要以统一的标准 四位 我 这是简号还是破折号 这下是键朵 什么键 什么键 然后呢 撩头发那一下 你看 来了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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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和在非歌手的身份两边 好像有很不一样的人格 我觉得他身上最宝藏气质 就是他一上场 就是有一种解救世女王 自信放光芒 有这个气质 我觉得就对了 我真的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心里最好的 好棒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点冒犯 就是您是有抑郁噱头吗 感觉您五官好立体 这个咱们听了多少遍 还又说一点 王雅也很挺 对 那您就是 第一把赌场 第一句唱的 您为角色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故事 后面你是从一个更严苛 更精准的一个唱歌职业 来唱流行歌来唱这种歌 其实我觉得需要对你的标准更高一些 所以我在你开唱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给你定了很高的标准 但是尽管在这个标准之下 你还是无可调替 你唱的无可调替 我好眼熟他 眼熟啊 眼熟 唱老板的歌 是明星吗 会走更远 小余浩 所以这位老师大家都认识吗 对 他就上了唱作人 那我要去问问他给我的价格 男哥好 男哥好 对 男哥好 他今天也来到现场对不对 我知道 王女儿 我知道 王女儿 你知道你认识那个 我认识我认识 是个音乐制作人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他就希望他能做 别伤害他 别出措 对 就是这种 什么情况 是把上一期的放出来了吗 这搞得还挺深 周杰伦的专辑 《惊叹号》 《惊叹号》 王女儿认识吗 我不认识 不认识 大家好 我是王女儿 我认识 新朋友 你好 王女儿 听过好多遍吧 算吗 我没听过 好嘞 你看看 带勾 对不起 很真实的回答 我喜欢 我确实没有听过 包括 不瞒您说 上次您没来那次二十年的歌手 我其实基本都不太认识 但是依照上一期的经验 二十年组的歌手唱完之后 我不认识 我就认识了 认识 以前认识 可能忘掉人 马上就想起来了 一定是这样 一定的 不提提提 闭嘴 对 传真在安慰 传真是什么东西 是 你们 这点是一个 我的战畅 最好 最好入座 大家是住在潘家园吗 潘家园 好吧 因为在 其实我一直想问 您如果用宝藏来形容我们的话 会怎么形容呢 贵的 粉钻 像翡翠 不贵 粉钻 翡翠 你怎么觉得它不贵 翡翠现在非常贵 对 就是比较温润谦逊 内敛一点 谢谢 那我们先听歌 他这种歌放着嗨她的门 就是编剧在撑嘛 对 看学一般 我觉得越是这种歌 其实 越需要的是现场的感染力 包括声音的控制 包括怎么样调动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真的跟你一起玩乐起来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上面稍微差了一丢丢 肥瑞老师 我认了你 今天就改名 谢谢各位老师 我很好 两个座位是一个组合吗 他们的歌 他们一定是 我能否变成 所以这位老师 大家都认识吗 对 那老师您一共唱过多少首 就是影视原声带呢 哇 的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渴望有一个 他真的唱得好好 唱歌好好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我只能欣赏 但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打动到我 您唱的这首歌您的所有的处理 对于每一个细节 我觉得都像台词一样那么精准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为什么这首歌没有打到我的地方 但并不是说这首歌不好 它也同时有个功用是在讲述剧情 对 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电视 没有共情 但是我因为看了电视能共情 所以我觉得 就可能是只是仅仅是这首歌我不感冒而已 但是我觉得对您的唱您的表演 我觉得超乎想象的好 所以就是只能欣赏 但是可能没法击中 嗯